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对什么 抒发什么感情 来说明什么道理等等 好了 那么我们就来具体学习一下体会文章表达感情的方法有哪些吧 首先是抓课题从整体入手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课题它是文章的眼睛 阅读时首先应该从课题入手去抓住关键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例如穷人这一刻 通过读课文我们知道了 明明是在写桑那渔夫西蒙及西蒙的两个孩子的 可是为什么要以穷人为题目呢 这是因为他们的悲惨生活是沙俄时代穷人的生活写照 那么桑那渔夫的善良勤劳又是穷人的品质的体现 理解了为什么要以穷人为题的深刻含义 也就把握了文章的中心 好了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要从课题入手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抓关键词句 从书情部分找中心 例如怀念母亲开头部分就揭示了文章中心 这样的文章还有我的老师一扣当中 就能从像这样的老师 我们怎能不喜欢他 不爱他呢 这一句当中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 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作者的议论部分找中心 例如少年论土这篇文章的第十一 十四十六自然段 就是作者议论的部分 找到了读懂他 就能很好的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了 我们再来看从课文的反复部分找中心 例如 降规中降规反复说的一句话 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找到这句话就对我们体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大有帮助 好了 同学们 你学会这种方法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从重点句话中心 看一个例子 落花生当中 人要做人要做有用的人 特点要学会分析文章的结尾 体会思想感情的方法 例如 再见了 再见了亲人 这一刻就能根据可文的最后一句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跟你们永远在一起 这样的内容来体现出中朝两国人民身后友谊的思想感情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体会文章中所表达的感情 他的方法 还有 反复朗读与诵读法 联系生活实际的方法 了解写作背景的方法 好了 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吧 詹天佑开头一句 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 其中爱国杰出他正是全文的中心 那么 这篇课文采用哪种方法来表达思想感情呢 对 它是采用了从重点句中体会思想感情的方法来进行表达的 好了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吧 体会文章所表达感情的方法 首先呢 我们要从抓课题 从整体入手 其次 我们要抓关键词句 在抓关键词句的时候 我们还要注意从出情部分来找中心 从作者的议论部分来找中心 从课文的反复部分来找中心 还要从重点句段找中心 还要关注首尾 那么 关于表达感情的其他的方法 还有 反复老读与诵读 联系生活实际 了解写作背景 好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过程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吧